哈喽朋友们大家好,我是小潘,专业做白酒团构和必发,很高兴的又和大家见面了,感谢朋友们观看我们本期的视频,在以往的视频中曾经给大家品鉴过这款国台的大师公造,前几期视频有给大家分享的这款国台的品鉴十五,这两款产品,今天给大家品鉴对比一下这两款产品的酒制口感有什么区别,单从外包装上来说, 这两款产品的包装差不多,平身的包装和外包装都差不多,感觉国台的品鉴十五,好像在大师公道停产之后又出了一款产品,这款品鉴十五也是上市了一段时间了,这款大师公道十五现在市面上已经停产了,从2018年之后就没有这款国台大师公道十五了, 现在呢很多的国台大师公道呢,就是精品啦,还有些等等一些产品了,也是九千万定制的产品,今天呢我们对比一下大师公道十五和这款国台品鉴十五的酒体啊,有什么区别? 这两款产品,包装器面上是一样的,感觉这款呢应该就是用了大师公道的评分,这大师公道呢,原包装上面也是有这个,也是有这个外面,这个飘带啊,和这个上面包的这些层黄布啊,都是有的,今天我们对比,品鉴一下,我这款国台大师公道呢,是一八年的,八年的算日期啊, 这款品鉴十五呢,是今年的,现在呢很多朋友啊,嗯,大师公道最近呢,最近的时间呢,价格确实也涨得比较多,很多朋友呢就选择这款品鉴十五,今天我们对比一下这两款产品啊, 单款两款产品的酒体颜色是差不多的,基本上没什么区别, 香气上也差不多啊, 嗯,嗯,这个酒汁呢,还是总体上来说还不错的, 这个酒汁呢还是总体上来说还不错了, 这种感觉还是比较典型的一种茅香的一种和味 18年凭凑两年的一个日期呢,口感上确实要好一点 这两款产品,入口感觉差不多 包括入口中和味的感觉差不多 酒体上我觉得差别不是很大 这个呢,略微的要比大施工造 口感上入口这种略微要辣一点 感觉略微要辣一点 但是日期比较新,2020年的日期 日期比较稀,所以呢,这个酵味略微要冲一点 总体上我觉得这两款产品应该属于同级别的产品 没什么多大区别 不过呢,现在大司工造价格确实挺贵的 我觉得这个酒体的浓郁度总体上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 好了,今天给大家对比了这两款产品 国台的大司工造和这款品件15 基本上呢,口感上是有略微的区别,但相差不那么大 如果各位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法的话 可以在我们视频下方留言,也可以私信我 非常感谢朋友观看我们本期视频 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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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